当普通人遇到强大到让你生不出反抗念头的黑暗势力时 我们被逼着剖鞋、退让、低头 直到最后变成习惯性的恐惧 这就是萧生克救赎里所说的体制化 这些强很有趣 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 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后你发现你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你离不开它 当习惯了低着头生存 你会觉得连抬头都是一种危险 影片最后盖瑞还能对着镜头说出那些话 是了不得的 在被奴役被打压了15年后 普通人都能学会明哲保身 可它偏不 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 有些信念是打不死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在 正是因为有人还在坚持这样的信念 所以我们才能在黑暗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故承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诚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 有人想做微光 有人想做蝼蚁 我们不必指责蝼蚁明哲保身 也不用嘲笑微光 不知量力 但作为蝼蚁的我也怕 我怕这微光还没有发光 就已经被黑暗吞噬 于是我只能近乎绝望的希望 终有一天 这星星点点的微光 能够慢慢的把黑夜照亮 好